大姨妈量少的条理主要是看你处于哪一个年龄段 如果是处于青春期的女性 那么青春期很多女孩子的下丘脑垂体卵巢组的功能还没有完全建立好 这个时候会出现大姨妈量少或者说大姨妈的周期不规则等等情况 那这种姨妈量少一般是不建议进行特殊的处理的 随着女孩子年龄的增长 下丘脑垂体卵巢组的功能逐步正常 那么大姨妈的量就会变得正常 周期也会正常 如果出现姨妈量的增多或者说阴道淋漓出血不停 需要立即进行质量 那如果是一个处于生育年龄段的女性呢 姨妈量过少一定要排除气质性病变的可能 如果排除了气质性的病变 那可能是功能性的姨妈量过少 可以考虑采取活血化育一些中程药的质量 如果是一个处于微绝进性的女性 因为卵巢功能的衰退 卵巢的残留的卵抛 对下丘脑垂体的奔秘激素 不能够产生正常的反应 不能够产生排卵 那么分泌的磁性激素不足 引起姨妈失调 姨妈量少或者姨妈量多 可以根据激素水平的情况 个体的差异 有没有磁激素替代依赖的禁忌症等等 采用激素替代治疗 调整月经 我是徐医生 关注我了解更多 请和小知识 稳定 隔音的咸 隔音的咸